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9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宇兰 花莲县政府携手台湾地域振兴联盟 在今天在台北的华山19414文创园区举办了记者会 花莲县长许正位在会中就宣布了 2024地方创生年会 Join to花莲逆境创生 in花莲 10月31号到11月1号会在花莲盛大登场 而为期两天的年会当中 除了是台湾产观学界研究分享交流 也特别邀请日本辅导团队 来和台湾分享面对地方复兴的经验 将会在台湾团队以及专家学者 来展开跨国的对话 再加上花莲县创生团队 协力规划的七条主题建学路线 那县长许正位也特别号召各界 要力挺花莲逆境创生 现代学院表示 欢迎政府长期积极推动地方创生 透过多项正式与行动 致力实践属于花莲独特创生的样貌 地方创生是年轻人返强的创业 凝结地方发展的新奇迹 很开心这次林俊成主委 我们的联盟这次第五届的地方创生大会选择了花莲 在三月我们敲定了在花莲以后 经过零四零三依旧排除万难来到花莲 那这个联盟这个创生大会会在10月31号到11月1号 在花莲文创园区以及我们就烟业场来举办 那当然接下来就有五月天的演唱会 欢迎大家一起齐聚花莲 join花莲 欢迎会起台湾地域与振兴联盟也发起倡议活动 强调逆境创生不仅是花莲需要面对 也是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大家一起来思考的 花莲走过灾后挑战 在内心中寻找复苏的契机同时也成为自身改变的养分 希望透过创生议题的关注将议题看见云回花莲 记得喜欢台湾收到